非文症案例 婆婆今年80岁 身体健康 性格开朗 2018年9月的一天中午 我发现她经常在眼前抓东西 我问她抓什么 她说时常有只苍蝇在眼前飞 我说没有苍蝇 那是非文症 你用姜汤洗眼试试 因为自从我学习了原始点 我就让婆婆每天喝淡姜汤做保健 婆婆狠听话开始用洗眼杯温姜汤洗眼睛 每天早午晚各一次 平日温热性清淡饮食 运动每天不少于两小时 主要是拜佛散步保健操 大约20天非文症没有了 到现在半年多了没有再出现过 上下扎眼睛十次 左转十次 右转十次 开始洗黑了 后来就不那么烂了 我每天写三次 大约20天 评论中就没有了 这方法太好了 愿意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希望更多人受益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监lud Jinping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食